大家好,今天我和我正义大哥我俩上这个农田一来,大地一来,用这个机器抽这个豆皮的啊,抽这个豆皮,这都是黄豆地啊,黄豆地,黄豆已经干完了,已经收割完了,然后放出来的这个豆皮,一堆一堆在地里,然后拿这个,用这个机器,用这个机器给它抽回家去,抽回家去喂牛用。 我们这地方喂牛主要就靠这个豆皮的,年年给它把这个豆皮拉回家,喂牛。 那远处都是没收割的黄豆,这块地收割完了,这块地。 这块地收割完了,然后被刀疼火了。 这块地收割完整了,接着这个豆皮。 那就是这个豆皮。 所以,你这是一个豆皮,的米萝 sale。 有一种豆皮。 都召开掉,好蛋糕加弹头。 就真的有点点酷。 可以甜蜜豆瓾。 完全不一般的豆皮。 这是一般特别的灵点。 好 这都是今天拉的豆皮 黄豆皮 都给它团成堆了 团成大堆了 这是我正义大哥呀的 看我正义大哥的牛这是 秋天 我们这地方是正忙的季节呀 都开始收割黄豆了 然后像我们这个养牛的养殖树 然后还得给牛备草料 就是拉豆皮的啥的 天天起早摊碗的得干呢 现在是正忙的季节 忙完这一阵 然后把这个牛的草料了 什么都备齐了 然后收割完黄豆了 然后就到猫冬的日子了 好了朋友们 咱们这期视频到这儿了啊 咱们下期见 明天还得继续接着 拉这个豆皮去啊 还得给牛备料啊 这一冬天牛也得吃了 好下期见朋友们 再见再见 好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